郭秀之61岁 退休金2100元 婚姻状况丧偶 居住地吉林市 住房情况与女儿租房住 咱地址没有这个房吗 没有 原来有房不卖了 之前华人有病 有个白家的楼房卖了 卖了 原来在09年时 丈夫患上了肺癌 郭大姐便把自己家 唯一的房子给卖了 本想着治好丈夫 可没想到啊 丈夫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 天天叫都睡不了 枕头被落多高 靠着他都上不了气 就是做这个根本就是上不了气 天天不知道人不就熬完了 那么一招 那他受不了了 真的睡不了觉啊 后来他这个水吧 就是抽不出来的 就是风格了 就说说就像咱们风子窝呀 这咱是听大夫说的 就像风子窝 那小格里全是水 冲出来了 病痛的折磨 使丈夫身体和心理上 都承受着很大的痛苦 丈夫也多次提出 自己不想再继续活下去了 郭大姐只能用安慰 陪伴着丈夫 可没想到 自己还没有放弃丈夫 丈夫却先放弃了生命 四十分的空间天都挺凉的 医院暖气 不像家里边的暖气那么热呀 就给他蒙个背 当时他家人都在场呢 他姐他哥 他姐夫他妹夫都在场呢 就他妹妹说的 哥呀你敢问我 你咋这么 我看得瑟瑟你 我这么一摸 看着手里有血 这才发现 他可怕 那个水果疗吗 刀片 刀片 是那种 就是男同志替糊的那种刀片 饱受病痛折磨的丈夫 不想继续拖累家人 最终用割腕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丈夫离开了 却给郭大姐留下了 八万块钱的饥荒 和居无定所的生活 他那个给他抗完病之后 剩八万块钱饥荒 八万块钱饥荒 我自己还了三万 现在还剩五万 当时那钱是咋还的呀 我在长门山哪个工 在哥 在长门山 就是后厨刷完 就刷完 咱们吉林 那时候开六百 咱们吉林才开三百 那时候打工 自己靠着打工 一边还债 一边租房住 而女儿自从父亲去世后 与上一个男友分手 直到现在也没成家 还四十了 四十还没结婚婚 因为他之前出那对象 我出了将近七年 我晃了嘛 晃之后 把它找一个不相当的 一个不相当的 本想着把女儿的婚姻大事 解决之后再成家 可是女儿和妹妹总劝自己 还是再找个伴吧 一行的 心把她的问题解决之后 我心我在干哈 后期一行的 阿娘姑娘说 妈你该找找你吧 我妹妹说妈 不是我妹妹说 姐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所以该找个老伴找个老伴吧 要不你自己太苦太累了 这是我的活 再不洗衣服 做点饭买面菜 这就是我的活 漂泊了十多年的郭大姐 认为家里还是得要有个男人 这家才想家 那现在的郭大姐 想找个什么样的伴呢 我现在就找一个 就是性格比较 挺尴尬的 性格好一点的 我本人吧 我喜欢找能村 我不愿意跟市里待的 因为我没说 我就是 我愿意跟能村待的啥 你现在出当院 出门就当院 完了那个羊的小筋了 羊的小鸭了 还能锻炼锻炼 你就在楼上你说成天 就这么憋着 就在下楼买个菜 是溜的了 你看你 就是因为现在 咱们是属于 就是有负债的 那你想找一个会儿 帮你还这个钱吗 我不是说 这非养的给我还这个钱 我那必须得约 拿出一千块钱 涨了来还债 我说这都是实在客 是不是 那就是咱们现在 定是还签五万块钱几 但是这个钱 就是可以说是 不用就是 另一半还 就是你打算 从自己的工资里 打出来是吗 对对对 从我工资里 拿出一千块钱 约涨到一年 不还一万二呢 我一年还能还 一万个钱 是不是 由于十多年的漂泊 居无定所 郭大姐更向往 那种两个人 一起在农村生活 没事种种地 养养花的田园生活 而住在吉林市昌义区 游房村的 刘英学刘大哥 干净利索会生活 而且有着自己的小后院 我先给你 下班 下班 感谢观看